郭老师晚上好 我想提问一个是 今天我们学的那个49章 就是善者无善之 不善者无义善之 它是不是超越二元对立 那善与不善 是不是自我的界定呢 最初通常要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最初通常要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但是等到后面 你真的自我消融之后 你不是用自我去界定善与不善 而是让事物本身来自己说平 所以重点 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提醒我们自己 要来到超越二元对立 过去 一般人常常用的就是 你心中有很强烈的 好人坏人的界定区分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那个好人坏人 是非好坏善恶对错 是每个人的自我在界定的 它不是一个客观绝对的标准 我以前在讲课的时候也都有提过 来大家好好的再仔细 仔细把这些话听进去 因为它是很重要 但是偏偏一般人常常在犯 然后都不知道 我现在要提醒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一般人还有用自我意识在运作的情况之下 你界定的好人未必是真的好 你界定的坏人未必是真的坏 你界定的好事善事未必是真的好真的善 你界定的坏事不吉利的事未必它是坏事 你界定的坏事未必是不吉利 你没有智慧的话 好事变坏事 有智慧的话 坏事也会变好事 有智慧 你的心能够去转静 没智慧 你的心是被静所转 所以 这个都要认真来提醒自己 一般人常常凭着就是认为自己很聪明 自己眼见为实 自己亲眼所看 亲耳所听 但是 你不知道 你的心灵是一片镜子 你这一片镜子的凹凸度 污染度 如果你没有去看到的话 你是带着一副凹凸镜 带有污染的镜子 在看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到的是非好坏善恶 不是实相上真正的是非好坏 所以不是说 这个世界没有好事没有坏事 没有好人没有坏人 不是这样 道德经要我们超越突破的就是 你那个自我意识去界定的梦幻世界 我再讲一遍 一般人是用自我去界定是非好坏善恶 那这是每个人自己去创造的一个梦幻世界 你有自我意识就是这样 你自我意识越强就越严重 所以为什么要淡化自我 淡化自我并不是让一个人否定自己的生命 淡化自我就是我们少用那个自私自利 以那个小我意识来运作 因为你小我意识越强的话 你越看不清真正的实相 所以你的判断很多是错误的 但你不知道 自我意识小我意识越强的时候 为什么他判断经常会错误呢 因为那个自我意识小我意识 他有他很强烈的自我保护 那自我保护他就会有他的 我有我要的 我有我不要的 那符合我所要的 我就认为他是好的 对的 善的 不符合我这个自我 不符合我所要的话 很自然的你就界定 那是坏的 那是不好的 那是恶的 所以在实际人生上 在实际人生的运作上面 很多你很讨厌的人 你想闪躲的人 你很不想去面对人 要知道 反而这些人里面 蕴藏着你生命的贵人 他们本来是可以大大的帮助你的生命成长 可是因为他们做出来 讲出来 不符合你这个自我所要 所以你就把它界定为那是坏人 我现在在讲具体的例子 让大家可以参考 当一个人染上的烟瘾或是毒瘾 成为老烟枪或是吸毒者 我现在是做一个比喻 大家好 去体会 酗酒 老烟枪 还有吸毒 上瘾的人 像这些人 如果他 我们现在讲说好吸毒的 这样大家更清楚 一个染上吸毒的人 当他遇到有人供应钱 给他去买毒品 他就一定认为这个人是什么 是好人 当或是有人提供毒品给他 他认为这个人是他的哥们 他的铁杆 所以一个要吸毒的人 要知道供应钱给他去吸毒 或是提供毒品给他的 本质上实质上 这些人是对他的生命是 怎么样 是害他的生命的 是害他的生命的 但是因为那个自我当下 他要的就是 我怎么样能够吸毒 所以顺那个自我所要的 他就认为这是好的 好人好事 如果有人劝他不要吸毒 他会认为你这个人是坏人 你再劝他几次 他就要闪躲着你 他就要设法闪躲你 避开 因为他觉得你这是坏人 如果你还不死心 又要再劝他 他可能就会翻脸跟你拼命 在他还沉迷要吸毒的情况 一样啊 那个当下他心中有他的是非好人 坏人 这样的界定 变成是协助他堕落的人 是他认为的好人 你要协助他觉醒 不要沉迷 不要堕落 他的痛苦 吃得还不够的情况之下 他是不喜欢听那些话的 所以他就界定那是坏人 甚至报纸媒体上也都有报导 父母亲或是有亲人 劝子女不要吸毒 结果呢 那个吸毒的儿女 反过来伤害父母亲 甚至有的还逼父母亲 要卖主产 卖房子 让他吸毒 来 我现在讲这些事 讲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让大家可以参考 那其他 我们那个自我 有我们心中 我们所要跟不要的 来 你以此去套 举一反三 然后你去看自己 你所想要的事情 然后你去把它套进去之后 然后你去看 你去借 你去看 我们是不是 有这样的异曲同工的在运作 然后你再回去 回来 反观我们自己 我们讨厌的人 我们界定的坏人 为什么我会界定他是坏人 为什么我界定他是导愿的人 我们过去很多的理由 总认为 他是对我不好 他在承恨我 他在嫉妒我 他在排挤我 我们能不能去看到 也许他是用他的生命 要唤醒我们 只是因为当时他所讲的 不符合你所要的 我们就习性的认为 那是坏人 事实上 以实质上来讲 他是我们生命的贵人 要帮我们成长 要帮我们避免无穷的后患 一个人如果悟性不够的话 决性不够的话 他很容易把真正为他好的人 他界定为坏人 因为真正为他好的人 往往讲出的是逆耳中言 一般人是很难听得进逆耳中言 一般人都是喜欢听那些 美美的 讨好的 吹捧的 如果有真正为我们好的朋友 亲戚朋友 当他们看到我们在往错误的方向走 当他们看到我们在颠倒梦想 他们 他们跟我们提出逆耳中言 一般人是很难听得进 好 你越听不进 你后面就会有更多的痛苦来折磨 同样的就要像父母亲用溺爱的方式 在宠坏小孩子 或是用很强烈的主宰的方式 在对待小孩子 父母亲很难觉察到他的教育方式 有问题 他认为我这些都是为你好 或是溺爱的话 他认为我的心肝宝贝 怎么能够让他受风霜雨雪 要把他保护得很好 呵护得很好 代表对他的爱 但你不知道你在宠坏 宠坏小孩 所以有的小孩子是被宠坏 溺爱宠坏 有的小孩子是因为父母亲的强烈的那一种 主宰欲 让小孩子被主宰 被爱得很痛苦 像这些过程 小孩子他们在这个过程 他们尤其是被溺爱得很痛苦 或是被抓取得很痛苦 主宰得很痛苦的小孩子 他在这个过程 他已经会产生一些叛逆的情况 但是一般父母亲 通常很直觉的就是认为 小孩子不听话 小孩子不乖 小孩子被带坏 而很不容易去反观到 为人父母 哪里有问题 如果在这个小孩子 还没有出现重大问题 冲突之前 别人如果跟这个父母亲讲 你这样的方式 将来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你会把这个小孩子 逼到他很苦 甚至这个小孩子 可能会被逼到 后面做出 很极端的事情出来 那一般父母亲 不容易听得尽的 不容易听得尽 如果 为人父母 他能够有个开放的心 有个开放的心 愿意 听进那些逆耳中言 愿意虚心学习 让自己成长 听进逆耳中言 像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避免 可以减少很多的错误 小孩子 也能够在更好的环境 氛围下长大 好了 这是跟大家提到 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回来 净化我们这个心 真的 要如此面对自己 然后 我们要能够一个开放的心 虚心学习 听进逆耳中言 记得 那些会跟我们讲逆耳中言的人 都是为我们好的人 请大家好好的珍惜 OK